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碰了一个朋友 我家里有个房子 有点房子 他说他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 正住在他们家 要买他这房子 大陆的朋友 咱不认识人说故事了 在伦敦买了一个 在纽约长岛买了一个 现在又跑到我们住这地方又买一个 为什么买这房子呢 其实就想把钱弄出去 但是你知道现在伦敦也好 纽约也好 这个被大陆人来的人把这个房价炒得很高 那中国人买房子呢 这成为中国人的人生大事 这个比娶老婆 估计搞不好比你还大 没房子他不嫁给你 对不对 那你想想 没房子不嫁给你的话 那买个房子肯定比娶老婆事大 因为有老婆没房子 老婆能飞楼 有房子能把老婆招进来 这话是这么说的 对吧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 有钱就拥有一切 用钱砸死人的事到处可见 昨天看了一个故事 美国一个老头 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 毕业之后并没有学他的专业 跟另外一个朋友 同学就做免税店 叫什么DFS叫什么 后来他在全球范围内开免税店 赚钱了 赚钱了大概在十年前啊 他把后来把自己的免税店卖了 整个免税公司卖了 大概卖了35个亿 35亿美金 他大概有多少资产呢 有100亿是200亿 咱们不知道 但这个老头并不被世界范围内 很多富豪所认识 老头带了一块什么表 带了一块28美金买的卡西欧 然后你为什么买 注意 就带了一块28美金的卡西欧 他说我这28美金的卡西欧走的 跟劳力士一样的准 他现在住在哪 跟自己的太太住在旧金山 是租的一室一厅 租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他有五个孩子 他要求五个孩子在所有周末和假期的时候 到麦当劳 到这个加油站去加班 去打工去 而他绝不把自己的钱留给自己的孩子 他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一件错误的事情 买房子 他说没用 赚了钱就得花 买了多大的房子 你死的时候就是那一张床 然后他说你死的时候 你身上没带兜啊 你死的时候也兜不走啊那钱 所以他在他的一生中 他要在后面的大概二十年里面啊 他要把他八十亿是一百亿的美金都捐出去 他带着自己的太太 老太太那是老太太 你从他的照片里 他说我这件西服也就四十多块钱 是五十多块钱买的西服 从来不坐飞机 他说如果不得已而坐飞机的话 那他就去坐最廉价的飞机 他的概念很简单 钱是要用在有用的地方 那他跟太太周游各地呢 就去发现那些需要 哪些人需要用钱的 那他就会针对这样的人 树立一个基金会 然后去帮助这些人 帮助这些孩子 学校社区 那被比尔盖茨跟这个巴菲特 认为呢 这两个人对这个老头 非常的折服 有钱人 但是那种 那种真正的生命的慈善的理念 他在对他的评价里提到 他的钱是他的信仰 与道德所带来的 所以尊重他的信仰与道德 要把这个钱同样回馈 回馈于人的环境中 我相信这就是生命的理念不同 当然在正常的社会中 很多人贪财的也有的是 但在真正的个体选择中 我们会看到不同样 不同样的这种选择 但是同样的道理 在西方正常的社会中 非常张狂的拿钱砸死人的 大家是耻笑 也很少见 而在中国的社会中 用钱砸死人的 到处都是 一分钱都能砸你一根头 没错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 正常的信仰的社会 与高级动物社会之间的 根本的差距 好人坏人哪都有 但不能在一个环境中 被执政党 被一个权力者要求 所有的人说自己是猴边 剥夺一个人正常的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邪恶 所以这是我们崇尚的人的自由 有选择的权利 有拒绝的权利 有接受的权利 而不是在强迫一个人 你必须这样和必须那样 这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差距问题 它会反映到人们真正的生活中 法广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赫心心正悬念》 《治国理政心思想》 当然全国两会习赫心 《治国理政心思想》成为了一种热门话题 当然十九大习赫心的新思想肯定会写到新的党章里 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方针 采访了杜岛正 中国未来的走政治民主的路线 经济上市场的道路可能性小 他说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道路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应该在这两条路中间摇摆 走现实主义道路 未来应该走多党制 就算不能多党制 在党内也得搞多派别 要有所抗衡 另外一个人叫黄建平 黄建平提到说 在淘宝网上卖假货比实体经济的伤害性更大 略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将实体经济不好的矛头放在了马云身上 你说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叫打假 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的本身 这个政党的本身 这个权力者的本身 通上至下 只有假的 他才能生存 只有靠欺骗 只有以他人的那种诚信 作为欺骗的基础 才能使得他苟且偷生 这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所以你单独打任何一方面的假 对人家来讲都不会接受 然后他提到说 在这次两会里面 有哪些议题跟海外华人有影响 他主要提到了一带一路 跨境电商合作等等说法 中南海的搏杀 在他们的结果出来之前 这些东西都是幌子 中南海的搏杀 落了一个结果 最终出现结果之后 那最终出现什么 那才可信 中共终止了人工在南海的人工岛的建设 菲律宾国防部长9号表示 中共计划6月份启动在黄岩岛建设人工岛的事情 那中国的搏船已经开始向黄岩岛运送建筑材料 但是在收到美国警告之后 中国已经终止了这一项计划 美国什么警告 美国现在的国务卿 在他当选国务卿之前 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 他明确说 绝对不允许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人工岛 那不允许中国人在这些人工岛上登陆 如果登陆的话 那作为美国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新华社也好 对吧 环球时报也好 都有文章批他 对吧 那一定要批他 那绝对不能让他那么嚣张了 然后这头呢 咱就不打不盖了 就完了 所以无论怎么样 无论美国人说什么干什么 你记住 他国内宣传的一切 一定是对内的 而不是对外的 对外的 他一定干实事 对内的 他一定是欺骗 要不这么干 他就不是共产党 韩美军方并没有因为总统被弹劾下台 而放缓萨德导弹的部署 韩联社引述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讲话说 不管南韩的政局出现什么变化 萨德系统将如期的完成部署 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在一个简报中讲 有关南韩总统遭到弹劾是否影响萨德部署时说 计划尚未结束 我们同盟将如期继续 这就是一个明确的表态 他应该是到四月份 他的萨德导弹部署完毕 那与此同时呢 今天日本人已经发表声明说 他们有意在日本列岛部署萨德导弹 那就麻烦了 如果韩国也有 日本列岛也有 哦 日本列岛你知道 他要往下走 走到琉球群岛的话 如果那边也部署萨德导弹的话 那我想包括中国在云南 贵州 四川 这些所谓战略中内地的 这些导弹本身 也将失去了他的 真正的威胁力 那他的涵盖面 他的高度和涵盖面 足以应付这些 那有的网友说 说这回可倒好了 这回可轮着 该砸这个日本车了 砸过一回日本车 这回还得砸日本车 我觉得这事情的嘲笑的氛围和爱国主义本身 所营造的 对人的洗脑的作用的这种弱化呢 都在这个过程中呢 表现出来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